北京时间8月2日 中国女排在奥运征程中 再次迈出坚实步伐 以一场干净利落的3比0 横扫东道主法国女排 不仅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的佳绩 还凭借5分的积分 稳稳占据小组榜首 提前锁定了宝贵的八强席位 此一过后 小组内的竞争态势逐渐清晰 塞尔维亚以一胜一负 积四分紧随其后 美国女排则以同样战绩 但积分稍训位列第三 而法国队则两战皆末 垫底小组 奥运女排赛制严苛 12强分三组竞技 每组前两名直通八强 而两个小组中成绩最优的第三名 也将获得晋级机会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确保小组投名不仅是实力的体现 更是为后续的淘汰赛铺设 更加有利的道路 随着小组赛的深入 晋级八强的队伍将根据排名进行对阵 以决出最终的冠军归属 八强战的对阵图已出具雏形 上半区与下半区的较量 将决定谁能挺进四强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如何在保证小组第一的同时 巧妙规避强敌 成为他们战术布局的重要考量 当前B组的巴西与波兰双雄并利 而C组的意大利与土耳其 则是中国女排不愿过早遭遇的竞敌 合理的排名规划 将是中国女排通往决赛的关键 回顾历史 中国女排曾在小组赛高歌猛进后 与淘汰赛中遭遇滑铁卢 这一教训让他们更加明白 冠军之路从不平坦 但智慧的策略能助他们走得更远 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 中国女排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坚韧与实力 连续战胜美国与法国 不仅提振了士气 也让外界对这支队伍刮目相看 从12支参赛队伍的整体实力来看 意大利 土耳其与巴西 无疑是夺冠路上的拦路骨 然而中国女排并未因此退缩 他们深知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 唯有直面挑战 方能成就辉煌 值得注意的是 小组赛的排名规则复杂而细致 从胜场积分到得失局 得失分 乃至小组赛交手记录 每一环节都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尽管中国女排目前排名第五 看似不占优势 但他们拥有朱婷这样的关键球员 其大心脏表现屡屡在关键时刻拯救球队 同时 李盈盈等年轻球员的崛起 也为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在不被广泛看好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潜力 然而 前进的道路并非坦途 遗传不稳的问题 仍是中国女排亟待解决的难题 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他们必须全力以赴 优化技术细节 提升团队默契 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场比赛 只有这样 中国女排才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再次上演一名惊人的好戏 向着更高的荣誉发起冲击 请不吝点赞订阅